第一個請各位先把公式完成 第二個我希望做一件事就自動化 也就是我的需求是希望幫我產生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是按下它自動幫我把它串接在一起 變這些公式剛做的動作 一個按鈕就是把它清除掉 可是目前你們應該還沒學過Excel裡面的VBA程式 只是說不會寫沒關係 我剛剛講可以錄 可是問題錄字聚集的功能在哪裡呢? 因為它主要是針對應該是屬於比較高階的使用者 所以它把它隱藏起來 那你必須把它叫出來 那它位置躲在哪裡? 它的機關是躲在上面有個箭頭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有個制定功能區 請你把開發人員的這個選項把它打勾 開發人員制定功能區找一下 這樣子的話你就會看到錄字聚集的位置 按確定 開發人員就出來了 那你說為什麼不直接把它打開就好了 因為可能它就是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顧名思義嘛 就是比較是應該等級比較高嗎? 不能這樣講 就是說會使用的人比較少了 不過這個功能呢? 未來聽說官方的說法是可能會直接就打開了 為什麼? 因為以前可能沒有那麼多人會使用這些功能 但是現在好像使用的頻率越來越高 而且普遍性越來越高 所以它可能乾脆直接把它打開算了 那請各位看到開發人員裡面有哪些功能 第一個錄字聚集 錄完的聚集會放在這裡 這個是一個清單 那裡面的程式就是Visual Basic 就是程式 所以其實如果你這樣看 其實應該由右邊到左邊 先錄字嘛 錄完的東西會放在清單這個聚集 那程式的話就放在Visual Basic 所以你這樣看 好 那如何使用 顧名思義嘛 錄字聚集 那什麼意思呢? 其實錄字聚集的意思就是 它會去記錄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自動幫你轉換成VBA的程式 所以錄字聚集就是你要把那個動作 也許我白話意思說彩排一下 你就把那個動作先彩排 那可能有三個動作好了 你就把三個動作先演練一下 然後開始錄製的時候 你就把這三個動作把它做一遍 它就會幫你自動轉換成程式 所以我們要做的動作 我先彩排一下 所以大概有幾個動作 其實你公式也不用重打 一由要放在一四 然後上面這個一是這樣 點一下一 二的話是上面點一下打勾 輸入公式 三的話把它向下填滿 然後向下填滿就是直接這個儲存格 右下空點快點兩下 OK 它就幫你填滿到底了 好三個動作 所以一點這邊一下 一 二的話這邊打勾 三這邊快點兩下 打勾快點兩下 這邊快點兩下 好三個動作 如果表示我要把公式串接 你說老師我公式要不要重打 不用啦 因為裡面已經有了 所以我是建議你這個公式不用重打 再來第二個按鈕就是要清除 那清除怎麼清呢 一一樣儲標放一四 二的話呢 你要把它選到底 那選到底我不建議你用滑鼠慢慢選 為什麼 因為你滑鼠選的話 它的範圍會固定 第一個 第二個你要選很久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記一個快速鍵 叫Ctrl Shift向下 Ctrl 按下Shield 再按下向下鍵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 它會幫我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快速的選到這一邊範圍的最盡頭 OK 然後按delete 第三就按delete delete就刪除了 好 那就三個動作 把它Ctrl 字一下 再做一次 一儲標放一四 二 Ctrl Shift向下 三按delete 好 一樣三個動作 好 演練過OK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錄次了 OK 把它Ctrl 字一下 復原 那所以我們第一個先錄那個 如何產生的這個 所以錄字聚齊 好 那名稱他問你 那你這個聚齊的名稱要叫什麼 那我乾脆叫串接好了 你不用打 之前我可能打一堆手機串接 聚齊 不用嘛 你就打串接好了 意思就是把那個後面的三個欄位的資料 串成一個手機 這叫串接 接下來的話 你按確認之後呢 你就把一二三做完 然後最後按停止錄製 就OK了 所以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確認哦 一 一儲標放在一四儲存格有沒有 二 上面點一下打勾 三 在右下角空點快點兩下 好 OK之後的話呢 不要再做其他多餘的動作 因為你現在只要多做的動作 它就會幫你變成程式 因為它會自動幫你記錄下來哦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做錯你要NG重來 最後記得四就停止錄製 這個動作很重要 因為發現同學常常都忘記停止 OK 四這個第四個動作 停止錄製一下 好 這個時候呢 理論上就錄好了啦 OK 你可以看旁邊這邊有個劇集按一下 有沒有串接 有嗎 那再來的話就清除 清除的話就把剛剛動作再做一下 錄製劇 然後這邊就打個清除好了 因為之前我有錄過啦 所以它會問你說要不要蓋過去 當然如果你做錯你NG重來你就蓋過去 沒關係 再打一次一樣的名稱 然後按確定 然後要不要蓋 因為我剛剛已經錄過啦 然後一油標放在這邊 一四儲存格 特別需要你第一個動作 不能直接就放一四哦 你一定要先放外面 再點的動作 如果你直接就放上面 那NG的重來哦 OK 為什麼 因為你本來在上面點沒用 然後在Ctrl Shift向下 好 然後三個的話呢就是Delete 好 這樣的話三個動作完成了 好 再停止錄製 完成了 OK 1、2、3、4 OK 反正兩個按鈕都是1、2、3、4 OK 那最後呢 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做對的啊 旁邊不是有個聚齊嗎 你可以按串接執行看看 有了有沒有 看看有沒有幫你填到底 有了 OK 然後有沒有清楚 聚齊裡面有個清除 然後執行一下 有了 那表示 就是這兩個程式呢 你已經寫好了 OK 以後的話你要做一樣的事你就按一下 有沒有 就OK了 執行它 所以啦其實雖然你都沒有寫任何程式 但是實際上 Excel可以自己幫你寫程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功能還滿可以善用的 為什麼 因為以後如果不會寫了程式 你是可以先通過錄製 然後呢你可以執行 或者另外有一個 就是你想看程式到底怎麼寫 你可以編輯 你也可以看到程式 你也可以修改 不過目前我們先做一個比較簡單的練習 就是寫 應該不是寫 應該錄製兩個 兩個聚集 一個叫串接 一個叫清除 OK 那假如說呢 你做完之後發現呢 奇怪 怎麼執行怪怪的 好像或者是 多一些動作 或者不OK的話 那請你重新錄製 重新錄製很簡單 完全不用刪掉 你直接錄製 再怎麼樣 再把它 直接再把它蓋過去就對了 比如說你剛剛這串接不OK 亂跑 你就可以按一個矩席 然後重新再打一個串接 比如說你要重錄 假設你那個動作不OK的話 那你就在按確定的時候 他會問你說 已經有相同名稱要不要取代 4的話就把它蓋過去 就NG重來 OK 比如說我重來 1 2的話在這邊打勾 3 這邊點兩下 這樣OK嘛 停止錄製 這樣就重錄了 OK 那也就是說 他並不會多出另外一個聚集 而是把剛剛的串接直接蓋過去 那這邊可以執行 OK 好 那只是說呢 你說老師 那這個執行有點麻煩耶 因為我每次都要在切到開發人員裡面的聚集 我才能過去執行 有點不方便耶 那有沒有比較方便的方式 可以執行這兩個聚集 如果你要比較方便的方法 你可以在開發人員的這個標籤的下方的左邊這邊有個插入有沒有 那你可以找到什麼 找到按鈕 也就是說你錄完之後哦 你要把它變按鈕的話 其實是可以從這邊找到有一個叫表單控制項 那你可以點它之後呢 再去產生一個按鈕 有點像小畫家一樣 點它有沒有 然後拖拉一個舉行出來 它會問你說你按下這個按鈕之後要執行哪一個聚集啊 那你又跟它講我要執行串接 那我要執行清除 那你按下去它就會walk 那至於怎麼做啦 細節我待會再跟各位講 請你們先完成兩個聚集的錄製 如果假設你NG的話 那請你重來 尤其是你那個錄製的時候特別注意 第一個步驟一定要先游標不能直接放在這裡 這樣就NG了 要把它放在這個一式儲存格以外的儲存格位置 你另外你要點的時候呢 這個動作要點下去 OK 它才會錄製 請各位先完成這個錄製聚集的部分 那待會我們再把它變成更方便執行的方法 然後再來可能就要看一下 到底那個程式它幫我寫在哪裡 試一下